今年的高考成绩出路 考生沿着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无论成绩好坏也好 终构是自己高中三年付出的交代 我是广州市直径中学 篮球队的9号唐文 昨天是大概几点收到短时间 都是12点 那你收到第一时间的感想 心情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会有一点小惊讶吧 但是更多就是高兴了 觉得自己的目标实现 毕竟这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结果 同文的沽口成绩已经被阻落 他是全省的沽分校生 有睡不着或者是之类的 没有 我高考前都没有睡不着 这些高考成绩进入全省前列的考生 不少都是运动爱好者 唐文就曾作为校队的一员 随直信男篮在广州市篮球联赛中 连续三年打入八强 人称直信科沃尔 我们也很早就知道你是直信中学校队的一份子 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夸张 是的 那你觉得篮球其实跟你这个学习成绩是有帮助吗 当然它可以让你保持你的身体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也可以让你说就是条件的身心放松你的心情 不用说为了学习完全废掉了自己的兴趣 这也是不可取的 一个人也不可能在生活当中只从事一项活动 不可能说把学习做 学习就当成生活的全部 同样也还可以用体育来调整 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有些人还是有些评见吧 打篮球的人很多 他们也同样有很好的素质 有很好的品格这方面 但是确实有的时候体育生或者是练体育的人 会因为在体育上花的时间导致他们在练体育的人 他们同样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觉得本身练体育和学习这两样东西都是平等的 我们选择,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顽后 把这些人在这个城市的套户 如果你们能打败PT先生 并且成为他们获得 你们可以获得一双PT先生签定的球鞋 KT让了我们 作为一个执行学生 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应该说是一个荣幸吧 我也不清楚 看不出来 说实话 对 你签名都是看不出来 但是越来越大 就越来越觉得 也不是为了某一个球星 或者说某一个球员去看篮球 更多的就是看篮球本身 不同的风格的人 不同的球员 他们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所以更多的并不是说 去专门力地看某个球星而看起来 更多的都是 对欣赏篮球这项运动 他们都共同构成 这项运动这些美好的东西 现在会有不使用的事情吗 当然会有 但是 因为毕竟在这里已经过了六年 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 已经是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的 所以 当然会有故事 但是也是要迎接新的开始 比较深刻地回忆高三备考的时候的那些时光吧 然后跟篮球队在一起的时候 去大比赛的时候 还有跟班上同学 一层下校园会 一层下心理活动这些回忆 跟随校团队打球 这更多就是一种经历吧 就是说让我的整个高中三年的回忆变得更加的丰富了 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在球队中的回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它构成了我整个高三整个美好的整个高中三年这个美好的生活 一种一种回忆 然后再给我带来的友谊吧 一 二 三 加油 我是来自广州市市医院中学篮球队的九号唐文 四位篮球等你来战 在大学之间好好玩 是 是 有没有想过冲击一下校团队的 这个就我觉得就随缘吧